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医学院 很高兴今天邀请到宜健堂中医诊所的注册中医师 女东部医师阿莉为我们分享 冬病下肢中医养生小秘诀 有请女医师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冬病下肢 其实最主要是一个出自于皇帝内经的一个治病原则 最主要我们今天都是讲一下天咎 天咎来说我们最常见可以用来治疗的疾病 就是有过敏性避炎 即是俗称的鼻敏感 鼻敏感来说我们通常都是 西医角度来说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所以天咎最主要可以增强免疫力 所以经过天咎的调节之后 其实最有效 最常见为调理的都是鼻敏感 或者敏感咳其实都可以的 最主要中医的角度来说 鼻敏感其实最主要都是肺、皮、皮肤、皮肤 所以导致的 所以我们天咎在一年最冬 和最热的三天去调理五臟六腑 行气活血、温补肺脏、健脾 到而达至可以令到调节五臟 而去慢慢令到鼻敏感去减轻或者痊愈 另外一个常见病 就有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其实有很多 例如痛经、崩溜 月经过少、过多经期暖等等 这些都可以用来调节到 但我想最常见可能痛经也比较多 因为大部分都市人都是吃东西多 大家喜欢喝东西的时候 就会出现公寒 也会引起痛经 就是过度的收缩的时候 所以我们通常 月经不调或者痛经等 我们都会用皮、肾、肺、肺的月位去调节 大椎月通常我们都知道 大椎月那个 因为它有七条经络通过 大椎月的位置 所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月位 另外就是关节疼痛 关节疼痛也是很多人都会说 转天气、膝头疼痛、翻风下雨 通常是那个位置比较弱一点 我们亦都是风寒湿邪 这些去侵落了关节的部位 所以我们都可以对症 用一些温经散寒的药 都是黏在月位 或者有些人是真的肩头痛的 我们都可以黏在肩头的关节的月位 另外天咎的原理就是 我们说是三伏天咎 在一年最热的三天的时候 毛孔、臭泥打开得最厉害的 我们趁这个机会 就直接在背部 刚才说过 例如肥书、肾书、皮书那些月位 粘贴这些温补的药 就可以令刺激经络月位 而调节它撞腑的功能 另外最主要也是因为温的药可以驱寒 你毛孔打开得最厉害的时候 去调节它就是冬病夏治的原理 另外刚才说三伏天 就是一年最热的三天 另外还有三九天 因为一年有六天 你需要去黏这个药 除了最热的三天 就是最冷的三天 三九天 最冷的三天也是最好一个机会 去补你本身比较虚的地方 所以就叫下阳三伏 所以不能说黏夏天就不黏冬天 或者黏冬天就不黏夏天 其实浪费了一年那六天 都是要黏的 我们今年天咎的治疗 第一伏是7月21日星期三 第二伏是7月31日星期六 第三伏是8月10日星期二 有些人说我那天来不到的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日 遲一日痴呢 其实理论上当然是 毛孔打开最黄胜的一天去痴 但是如果都是循序漸准 可以慢慢慢慢打开 其实好像我们这样 都可以做前三天或者后三天 都可以的 但是真的隔得太远 其实就没有疑 通常如果有些人 例如是一个套票买的 他就说我都给了钱了 那可不可以帮我贴上去呢 那当然可以 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你要知道 最有效当然是静日 静日不行 等一两天其实都可以接受 但是再远一点 其实那个效果就没有了 是的 现在我们有些个案分享 其实最 刚才说的最明显 都是鼻敏感或者 常常容易感冒的人 或者手脚冻 手脚冻的女士 其实有时候有些男士 都会觉得手脚冻 或者膝头冻 其实都可以用天咎去调理 刚才说的最明显就是鼻敏感 有些我们最小的年纪 开始痴痴 正常来说是两岁之后都可以 因为太小 过去小朋友的皮肤太乱滑 那么温度的药 痴下去怕太刺激到小朋友的皮肤就不好 所以通常我们两至三岁左右开始做都可以 因为现在有被敏感的小朋友 都越来越小就有的 但是三岁左右就可以做 比较会建议多些 做的小朋友其实都多 可能八九十岁都多 但是都是因体质而定的 说真的大部分比较有效果的 都会连续贼三年 有些最快的可能是 一年半 就是贴了一个三九 一个三伏之后 他都说 其实我都觉得有改善的 但是还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理论上 就一定要连续贼三年 其实你中间断了 效果其实也断了 所以那几天的 就是计划定的时间 去做比较重要一点 其实根据 根据台湾的农床研究 其实都是证明可以改善到咳嗽 气喘 以及有些过敏的疾病 都可以减少的 另外就是天咎治疗前的五个须之例 就是基本上 刚才说过比较虚寒的人 都比较适合的 就是比较容易感冒 其实有时就算 其实湿疹虽然是 都是一个敏感性的疾病 但是 有些如果发得很严重 就是已经周身烂了 那些当然就黏不了 因为本身都有伤口 有伤口黏下去 温保药就会很疼 很痛 因为正常人黏了 它都会有少少红 其实最有效的是 越起水泡径的 可能效果越好 不过以香港人的接受程度来说 我们通常都是潮红就可以了 例如 黏完之后 你觉得很痕很热 例如我们黏了 废书 废书 肾书 大醉 那只会是废书 觉得很热的提前 正常黏了一个钟 如果它45分钟 觉得很痕很热 其实都可以 只在那个位置折住它 剩下的没有什么反应的位置 都可以黏了一个钟才折住它 也可以的 那有些什么人士是不适合的呢 例如大吐婆、嚴重的心臟病、皮膚病、或是有傷口的人 巴痕體質都可以注意一下,或是再諮詢醫師才決定知不知 始終因為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剛才說過,例如如月經病 如果那個人本身很濕熱,很容易喉嚨痛、三飛脂等等 可能它黏的時間會被人短,或是基本上未必適合黏天救的情況 最主要是平時自己看的醫師可以諮詢一下,因為它會比較了解你的體質 另外就是要穿鬆一點的衣服,因為我們要黏在背部的月位為主 但其實有時女士的腹科月位在腳上都會黏的 另外就是剛才說過,有機會會有起水泡 有部份人可能半小時都會起得很厲害的 那些水泡真的未必每個人都能接受到 我們通常都有個衰肢 大家會知道有機會起水泡 會適素沉澱 有些女士大家喜歡夏天的時候穿Bikini 如果配置有幾個印 要自己知道有機會有這個積素沉澱 有時可能看每個人的新陳代謝的快慢 通常一兩年有些人都會有那個印 如果不介意的話,當然是天救我一個好的選擇 另外就是當天黏完天救的時候 有些東西,即是凍野,特別發的海鮮,生辣刺激的東西 其實都盡量當天避免不好吃 因為也是,毛孔打開了最近幾天 你放了很寒涼的東西其實都不好 因為我本身已經黏了一些補的藥 所以如果你用太寒涼的東西去 即是你那天吃好寒涼的東西 打了一個和,其實效果都會沒有 正常來說,我通常會黏一個小時 其實要看每一個診所自己選擇用什麼藥 我們其實就是用醫管局的規格 通常我們的指引大人是黏一個小時 小朋友其實是15分鐘左右 根據你自己的體質,剛才說過 都是可以調節的時間 但平均來說大人都是一個小時 另外就是補一補那個 如果你當天就真的有作感冒的喉嚨通 黃痰、黃痰等等 這些其實基本上可能都不能黏 因為剛才說過有些溫補的藥 如果已經發喉嚨通等等 它就會再嚴重一點 所以當天黏的時候 醫師都會問回你今天 好像正常問診一樣 會問完所有正常的問題 才決定再黏不黏的 多謝呂醫師 有些問題想請教 呂醫師,我曾經聽人說過 做天狗會起水坡 那個水坡也挺大顆的 是不是真的會這樣 其實以前來說 古代來說 這個天狗其實也是叫做起泡狗 其實它是理論上 應該是起了水坡的效果才會越好 只不過剛才也說過我們 香港人的接受能力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 它潮紅、癢症等等就算了 但是如果真的起水坡 其實不用擔心它 都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通常我們的處理方法 都是叫做 如果真的起得很大 不知道怎樣處理 會回來 我們幫它吉川去再用消毒 每天回來幫我們 幫它消毒也可以 但是如果很生靈細細 基本上可以自行處理 都沒有所謂 但是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只不過我們盡量調教它的時間 不要貼那麼長 藥不要太強 而達到有效 而又不起水泡 令大家那麼辛苦的做法 現在是這樣的 天狗貼那個藥 通常是一個小時 其實會不會貼長一點 會不會效果更好一點 其實正常來說 你說你受得住的情況下 我們建議通常都不會的 因為醫管局有個指引 我們也是會跟回指引 做正常的貼一個小時 但是你說我多貼15分鐘 可以不可以呢? 就是我平時貼完 但是我貼完第一次 第二副 我的反應都沒有 我的皮膚又沒有紅 其實都可以貼長一點 但是理論上我們建議你 都是貼一個小時 不是說越貼得久 效果越好 因為有些人可能 用的藥不同 我們基本上 大家有些外面的痴 可能痴兩三個小時都有 用不同的藥 就很難比較 但跟我們自己用的藥 通常一個小時都可以 是很容易的 理解 那有沒有說 什麼體質的人 如果強行要做這個天救會 反應很激動 例如有些人聽過 本身沒事的 但做完天救會 反而病了 我們之前也有些個案 例如痛經這樣說過 其實痛經大部分 剛才說過都是公寒 但是同時也有些失業的體質 其實現在是很少 唇寒唇熱的體質的人 我這裏有些虛 我這裏有些熱 通常都是 有些叫虛熱隔閘的體質 如果他當時那一刻 即是他濕熱過重一點 例如他是調痛經的 他黏完正常 黏一個小時 但他黏半個小時 他已經很癢 這樣就已經撕掉了 他發現突然間 有些不是離乳經的時候 有些血絲出現 有機會就是 刺激了失業 會令到他有少少 我們叫經間期出血 也會有 所以正常來說 他這些可能再短些 痴15分鐘 或者其實都可以不需要 都可以不需要痴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虛寒 所以剛才提到的是 虛寒體質的人 即是手腳冷的人 或者痛經來講 他喜歡按摩 按摩後舒服一點 那些就是偏向虛寒體質多些 明白 即是說我們去做這個天教的時候 都要根據醫師的一個建議 去貼回我們需要的時間 會比較好 剛才也提過 原來小朋友最小 三歲已經可以開始貼了 我也想問一下 如果一個小朋友 他本身小小已經知道有濕疹 比敏感 而他做這個天教 會不會由小時候 已經幫他改善到整個根基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有些情況 就是小朋友小時候 他的免疫力差少少 有多敏感病 但其實他有時自己 大大一下都好起來了 即是可能又不用那麼急 我覺得始終 但是想 嚴重的被敏感 想早點來貼 其實都沒有問題 即是三、四歲去貼 貼到五、六歲 都有這個情況出現 也有這些個案去調理 但是也始終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效果也不是百分百保證 所以就不可以寫包單 說這次一定康復 也不是這樣 明白 很多時候 有些女士 好像剛才所說 有些女性的痛經 有些女性的問題需要調理 甚至乎是準備懷孕和避孕 那是否都適合去做呢 因為有時避孕是說不是的 究竟是一年後、兩年後會有小朋友 還是怎樣 但我們可能要做三年 這個三伏加三九的天舊 那事分上有怎樣調節呢 如果真的特別是在孕的話 其實我覺得食中藥的效果會比較好 食中藥我一針舊 如果天舊純粹是增強免疫力的 就是這樣做保健的 或者純粹是增強的 那你其實正常這樣去癡都沒有問題 但要特地為了天舊而避孕 我覺得就不需要 明白 那最近很多朋友仔 很多的公眾都會去接種新冠疫苗 那也想問回 那接種新冠疫苗期間 可不可以進入這個天舊治療呢 正常來說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正常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始終有一個增強免疫力的 而且他只是黏一個小時 但是剛才說 我本身有很嚴重疾病的人 其實都未必適合的時候 我想都是黏之前的資訊意思 例如有些人說 我可不可以食中藥再去打一針 兩邊的情況是病都有 就是打完之後再增強下免疫力的 又有 打之前來增強下免疫力 吃點中藥的都有 那天舊其實剛好那幾天 當然我覺得安全起見 那你當然不要打那天一次 如果你是 最好是隔開一兩個星期的 那可能都避免 因為始終風險都不太知道 新的疫苗的時候 所以正常來說都是 而且你也是會有少少 那個 本身你打人疫苗 你也會有那個 例如不舒服 那些 所以當然是我們本身的指引 都是你本身有不舒服 其實作感冒 也不行 當然最好不要過幾次 避開的時間去打針會更好 明白 剛剛也有提到 我們在進行生復天救的時候 利用瘟疫的天氣 進行瘟疫的治療 避免吃一些生冷的東西 冰凍的東西 那是否準備功夫 是要橫跨提出多少天 還是橫跨一個星期 有沒有一個日子 比較好 我們正常來說 什麼時候都不建議大家吃東西 其實只不過是 因為基本上很難做得到 就是我們的建議通常 但是你知道那天 就真的千萬不要來 大家自己又浪費時間 又浪費了藥 對吧 真的跟我們 好像有些人去打火鍋 喝涼茶 平衡了其實 都可以的 那個調節 但是你說 這補這補 你又吃凍的 即是溫補 驅寒你又喝回凍的 其實打了個和就沒有效了 你說前一個禮拜 後一個禮拜 我們女士來講 離月經那時 一定不能喝冰凍的 其他時間都不行 盡量你問我們一定是不好的了 但是你真的要喝 例如真的喝冰凍的 你叫少冰或者酒冰 無可避免的情況下 是這樣的 但是都沒有的 冰凍的東西 其實什麼時候都沒有喝了 明白明白 那女醫師最後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小提示 例如夏天宵煮 我們可以喝什麼 煮什麼湯水 正常來說 我們比較常見 大家可能都是冬瓜 二米 磁石 扁豆 這些都可以的 但是 注意一下 如果像生意米 偏涼那些就沒有空肚 或者你們本身 煮的湯裡 通常都會有人配上薑 這樣平衡會好一點 非常感謝 今天女醫師很詳盡的分享 我們下一次健康醫學院再見 謝謝